词曲 李宗盛 如被风翻页了 正好与你的生命 重叠在这一刻 从此我们有了 各自的故事 也有了各自轨道里 小宇宙的行事 或许在梦想 太闪耀的城市 会忘了会丢了 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小时候的陪伴 从不会消失 舅舅的深爱你 不完美却美得固执 我知道什么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要是没有离开航天城 义飞也不会受人欺负 是我害了她 在她最绝望的时候 没有再到身边 陪伴她 到上以下 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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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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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是你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英子 我没有回来 是你不愿意让我走 什么意思啊 小夕 义飞 义飞 你怎么不愿意 你怎么怎么不愿意 Kosky 你怎么不愿意 我愿意 十八九算 英子 英子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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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醒了 睡 睡醒了吗 感觉怎么样 你们怎么在这儿 昨天你喝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头疼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喝多了 不对啊 丁爷怎么也在 是 是我 我把他叫在一起 给你过生日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昨天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这是十八岁以后 跟你们第一次获生日 太开心了 一下子断片了 酒量真的不行了 你那哪是断片啊 我们都还以为 你酒精中毒呢 哪有那么夸张啊 就是肯定是喝多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都干吗了 你就站在沙发上跳舞啊 偏要跟我开演唱会 真的假的 太惊人了 你不记得你来找我 我还带你去见了个人 你带我见谁了 关超和杨帆啊 对吧 关超和杨帆 怎么是他带来的呢 关超和杨帆不是咱们 一块儿去的KTV吗 他们俩呢 他们俩回去了呀 外婆那边离不开人 不过我怎么记得 昨天从KTV出来 我好像 在大马路上走路来着 我剩不出去了 对呀 你走的时候 偏要站在马路上唱歌 还让蒋亦给你办舞呢 我喝多了这么疯吗 太丢人了 那蒋亦跳了吗 当然没有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这脑子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忘了吧 昨天的情况 银云在电话里跟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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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是醒了 只不过还是老样子 所以今天一直拦着我 是为了不让她想起 那个女孩的事 她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 你以为告诉她真相 就是对她好 可结果呢 她忘记了见过蓝叔叔 忘记了我们给她过生日 送错的礼物 你们俩吵架 这么多年 只要提起易飞 就是这样 怪不得那天在海边 她那么伤心 因为你经历过的事情 她也经历过一遍 只不过她忘了 不止一遍 易飞的事情 大家都很难受 但她不一样 对 她是我们当中 唯一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 而且 她还要一次又一次地 去想起这件事 所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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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义就真这么走了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的这个鞦韆吗 那时候我们才八岁 所有人都敢做 就讲义一个人不敢做 最后还是上去了 那不喊你逼他的 他最后都哭了 不逼他一把 他长大胆子得多小啊 再说了 最后他玩得不是挺开心的吗 都不肯下来的 现在想一想 小时候真好 无忧无虑的 可那个时候总想长大 现在真长大了才知道 还说小时候好 怎么了 你想想假意了 我才没想他呢 我就是觉得 到了英国 他说不都得吃薯条配分钱吗 他能适应得了吗 你都这么说了 你还说你没想他 想他有什么用啊 我给他发个训练说 他都没有回我 怎么一直不回信息啊 怎么一直不回信息啊 行 不理就不理 我确认你还活着就好了 祝你在那边早点适应 过得开心 他可能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吧 毕竟是他自己主要走 一飞 你说他会不会 永远不理我了 我们两个会不会 永远都见不到了 名字 其实 有的人虽然离开了 但是只要你心里一直 一直想着他 他就永远都在 谢谢你 一飞 咱们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你先把眼看起来 已经闭起来了 然后呢 心里想着那个 你最想见的人 慢慢地把眼睛睁开了 来 儿子 快来 你爸是排了好长时间的队 才买到的这些 是啊 这家店在摄政间那边 火得很 对 尝尝味道怎么样 对 来 尝一尝 你怎么买这个 儿子不吃这个 怎么 不吃炸鱼薯条啊 没关系 帮着我自己吃 还有呢 这儿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这个 意大利面 这个味道也很好的 吃这个吧 儿子不是不吃意面 不是不吃薯条 是不吃番茄 我给忘了 这是我不吃的 吃呗 妈 我想吃番茄 不是 我不吃番茄 你不吃番茄 我吃番茄啊 知道 你肯定还在想以前的小伙伴呢 可是就算你们关系再好 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新的生活呢 就是啊 那个蒋亦啊 马上要开始申请学校了 我和你妈呢 之前帮你看了几家 这样 回头你也好好考虑考虑 看看喜欢哪一个 你们说 国内的高考录取 结果应该已经出来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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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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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录取通知书 给我 给你给我给我 好好好 慢点 慢点 好好好 北京传媒大学录取通知书 亲爱的黄远梓同学 你不算 我闺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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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闺女 还是你愿意去的北京 北京好啊 吃得多 玩得多 还可以在大学里认识新同学 新朋友 还有新环境里多好啊 就是就是 是 这咋还有点不高兴了呢 你奶壶不开提奶壶 蒋义 蒋义 好好好 闺女 闺女 我知道你心里为这个 蒋义出国的事还在难受 但是我没有明白 只要我们心里彼此惦记 距离不是问题 说不定一毕业 你们又粘在一起了呢 妈 瞎说什么呢 就是你瞎说什么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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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蒋义了啊 那咱说其他人呢 其他人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吗 拿到了 易飞去了中央舞蹈学院 茗玉去了江州大学 庄严厉害了 上了清北 这会儿正在家里学着 怎么接受采访呢 真是太开心了 这帮孩子真棒啊 都考上了自己想考的学校 这样 闺女 明天把他们叫家来啊 妈妈给他们开庆功会 等等 等等 闺女 但是咱们是不是少算了一个 对 官超的录取通知书 还没有动静呢 来晚馄饨 不好意思 我们休息了 看来是我来晚了 看来是我来晚了 是你 是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年前 当年 当年那件事 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 都是我自愿的 那你呢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 这几段时间我去理发店了 但关了 半年前我妈去外地了 一飞 既然叔叔阿姨都不在 你以后就跟着我 我照顾你 你照顾我什么呀 我现在考上大学了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我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我现在完全有能力去照顾你 喂 关超怎么了 他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我们现在都联系不上他 我们担心他吧 行行行行 你先别着急 我现在去找他 没什么事吧 不好意思 我有点急事 得先走了 那你就先去忙吧 咱们有的是时间见 好 好 想来 这第三批录取通知书也该发下来了 你没收到 爸 你打我吧 起来吧 起来吧 起来啊 坐 爸 你不怪我 老关家就没住过大学上 你爸我是个工人 你爷爷也是个工人 我想了想呀 是我太强求了 外不得你 试华是吧 你的 哎呀 这里还有 三号楼三零一 四零一 四零二 五零三 你好 是有四零二的快递吗 对 三号楼四零二 观超 是 观超 那个观光的观 马超的超 爸 你别这么说 今天我再好好准备一年 四零二 快递 观超 观超同学 祝贺你被我笑田径一路去 一路去 快 快 爸 我被录取了 我 我被录取了 观超同学 祝贺你被我笑田径运动学员录取 谁说咱家没有大学生的 你是大学生了 你是大学生了 太好了 你终于抗上了 行啊 看来你不是个废物啊 观超爱吃的 这个是明宇爱吃的 依妃爱吃的 依妃爱吃的 真是 那你说爱吃也不能买那么多呀 弄不了 那不就是坏了浪费吗 她们马上要去上大学了 她们出去以后可能就吃不着了 这次多给她们弄点 一次吃会够 来 让上 好好好 那爱吃多少买多少 妈妈给你们做 那我说妈妈给你试几个新菜 你看咋样 那我给你打下手 真乖 自从我闺女考上大学以后 我给妈妈看您那儿都适合 失了眼儿 来 来 闺女 我看那边那个鱼道好像上了新鱼了 咱们去买几条啊 先买完番茄再说 你买什么番茄嘛 我今天就想吃番茄 我想吃番茄炒蛋 番茄牛腩 番茄鸡丁 番茄酸菜鱼 番茄炒新巫室 你干吗呀 上演啊 反正现在不喜欢吃番茄的那个人不在了 我想吃 我想吃 我就想吃 这样吃 好好好 你看 你学校在这儿 我学校在这儿 这也太远了 没事 就十几公里而已 十几公里 我们都能让豪天城一圈了 再说了 你要是坐地铁的话 那得一个多小时呢 放心吧 不管多远 我都会每天接你下课的 算了 我觉得你还是训练重要 别耽误了正事 我 什么呀 我 我觉得见你 就有正事 易飞 你看 故宫在咱俩学校中间 景山公园 拿了古像 还有这个古楼 也在我们学校中间 我想想 那我们冬天可以去石刹海滑冰 秋天干什么 秋天我们去香山看枫叶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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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咱们就去潘海公园划船 可以 你还记得吗 当时小学的时候你跳了一支舞 让我们荡起双脚 怎么了 那首歌讲的就是潘海公园呀 而且我还记得你得了第一名 那首歌 我记得还是我妈妈教我跳的 你说 他们要是知道 我考上了芭蕾学院 会不会替我高兴 但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是 艺菲 以后 不管你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事 都可以分享给我 我一直都在 真的 知道 是 这是 送给我的 你喜欢吗 那我给你带着 艺菲 我喜欢你 你爱你 这是 你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等一下 依妃 去哪儿 我送您 不用 我去朋友家吃饭 谁呀 就上回喝多了闹事那疯丫头 才是那愣呼呼的傻大哥 你别这么说他们 好 那你说你出去玩 你考上大学这事 你跟你爸说了吗 你到底要干吗 你看上东西 你不会连你爸的手表都不认识了吧 你不会连你爸的手表都不认识了吧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爸呢 你只能找到朋友吗 与非我问你 他当年这么狠心地就走了 还想见他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爸 那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他当年不这样做的话 你也不会过得那么辛苦 更不会被马明亮那些人 你们欺负我 我没觉得我过得苦 而且我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一直都在帮我 照顾我 帮你 照顾你 就是在过家家一随 他们能帮你找到你爸吗 能给你更好的生活吗 但是我都可以啊 我会保护你 照顾你 就像以前那样 我会保护你 你好 要剪头发吗 剪什么头发 你干吗呢 你好 别算了 你好 你好 你别算了 你好 打听一下啊 那个蓝宾是你的丈夫吗 不是 你们什么人啊 你别管我们什么人回答你 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呀 就是 是 我们呢拿钱办事 他欠别人钱 现在跑了 我们就只能来找您了 我没钱 那你没钱呢 我们自己找来 我跟你们说我没钱了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别翻了 反正我翻了 别动 那个地方不能去 走 你要去我给你拼命 拼什么你 妈 你不能拿这钱 别动 这钱你不能拿 妈 让他们拿吧 这是你舞蹈班的学费 没事妈 我不交了 这钱 你们都拿走吧 以后别再来了 钱也不够啊 妈 走 妈 走了 我说走 你爸跑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你要干吗 不说是吧 行 你爸呢欠我们钱不还 还敢跑路 趁这个钱 就你来还喽 好啊 我看你能跑哪儿去 换钱 我没钱 没钱 那你可不能怪我喽 我呢 给你找个挣钱的地儿啊 走 走 走 救命 他奶奶的敢咬老子 我打他 走 快走 你走 跑 跑得了你急 还能跑得了你 快走 还要把他帮过 我都走 跑来 sponge without me תעש 好 好 好 行 前面到你家了 你赶紧回去吧 那你怎么办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知道还不赶紧走 我可以去跟警察说明白 说明白什么 你记住了 谁问你 你都说人是我推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知道了吗 但你刚才是为了帮我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我都说了跟你没关系 从他们对我动手开始 就是我跟他们的事了 听话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戴薇 戴薇 谢谢你 现在我出来了也有钱了 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 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爸 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怎么谢 不敢笑的 你想想 咱们俩之前经历过什么 咱们俩这关系 我不需要你说谢 来吧 易飞 庆祝一下 庆祝咱们俩 再次见面 我不喝酒了 那就当庆祝 你考上芭蕾舞学校了 可以吗 嗰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许偷吃 人还没来齐呢 知道了 一飞怎么还没来啊 一飞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别 别 别 能出什么事了 自从张涛你帮人盯上一飞之后 我心里总是放心不下 你不会的 你要不打个电话吧 饿呀 我打个电话 你干什么 他们是你朋友 我就不是你朋友了吗 给我摁了 给我摁了 我爸到底什么时候呢 你根本就没找到他是不是 以为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我不是在你爸那儿弄了 是你妈那个时候抵债给我的 你爸 明白了吗 戴卫 有什么话你可以好好说 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这儿 我没有不好好说啊一飞 我就是想单纯地跟你待一会儿 跟你叙叙旧怎么了 一飞 你知不知道 我在里边这么多年 唯一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 我想着出来能再见着你 我出来第一时间 我就去你学校 看你上学下学 看你练武 我以为 我出来我们能在一起的 你忘了我是怎么进去的吗 还是你现在长大了 你不需要我了 我有事 我就走了 还是关机 你不要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 行不行 你晃得我都心烦 打不通啊 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那我们报警吧 对 对 报警了 对 一飞 一飞 你去哪儿了 昨天我们找了你晚上 我没去哪儿 我和朋友出去玩了 昨天晚上我们把能找的都找了 到底是哪个朋友啊 舞团的朋友 你们不认识 舞团的朋友 哪个舞团的朋友啊 我要帮外婆看店了 你们先回去吧 一飞 对 这样 你上楼休息吧 这边要是交给我们 对啊 我来吧 对 你先回去吧 一飞 好了 我都说了 我真的没事 你们到底怎么探门心啊 一飞你 行了 一飞都说她没事了 你们就别再问了 人安全回来不就行了 晚上毕业聚会你还去吗 去啊 当然去 为了我们以后自由的生活 干杯 干杯 好 好 好 甜甜 好 咱们考到同一个城市 有空多联系 小胖 你再不表白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啊 甜甜 你就做我女朋友吧 你 甜甜 你就做我女朋友吧 好了好了 答应你还不行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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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一个不出国 说不定你们就一起去北京了呢 我不知道她为了和你一起去北京 有多不性命啊 她去国外挺好的 国外对她发展好 也是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以后又不是不联系了 你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别说 坐过去 坐过去 坐坐坐坐 安心了吧 今天我不能一个人被表白啊 下一个是谁啊 谁 谁 我来 好 观察 我来 我想对一飞说 一飞 咱们要一起去北京了 我保证 无论你在哪里 只要你需要我 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 无论经历了什么 我都想陪你一起练练 好了啊 该我们的女主角了 拿着快 拿着 都安静啊 听女主角发言了 怎么了 不好意思了 害羞了吧 没事吧 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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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装什么装啊 那关超 你被人戴绿帽子的事 你知道吗 你有病吧 你说什么了 我有照片 不信你看啊 照片就在那儿 大家来看看看看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蓝一菲 离开的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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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